好 欢迎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下面我们进入第十一课 课文环节的学习 好 我们看这个文章 它的题目叫How to grow old 如何安读晚年 安详晚年 这一看就一论文 因为从它的题目去论证一个人不如老年 怎么去心态的这种调整 心态平和 是吧 面对人生的最后末年 怎么去坦然面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这位作家呢 称为Bertner Russell 罗素 这个在后面的内容中 我们会详细介绍他 就是所谓近现代 英国历史上杰出的一位文学大师 哲学大师 叫罗素 Bertner Russell 好 首先我们先看文章环节 里面内容的具体内容讲解 Some old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这句话从语言难度不算很高 是吧 有些老年人被死亡的恐惧 弄得心情压抑或郁闷 好吧 问大家一下 这句话大家认为是不是这种论点或者观点 我们知道议论文重要的是找观点 我们称之为他算观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个比较明显的态度词 Oppressed 心情压抑嘛 对吧 心情压抑就感觉到一种所谓的老年人的心态 也就是对死亡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悲观的 也算一种论点 非常暗含的 这种淡淡的 不是那么直观了当的这种论点 他算观点 老年人对死亡的消极态度 好吧 好 接着看下句 In the young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this feeling 大家注意这句话 In the young 在青年人的心中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this feeling 怎么说呢 有这样的感觉 有这样的情感 还是有正当理由的 什么叫this feeling呢 这种情感就代指前面的fear of death 就跟我们讲过 这种替换方法叫什么呢 feeling 叫情感感情 应该从词语的角度它大于fear of death 因为死亡恐惧只算一种情感 所以我们称为上一词 this feeling是上一词 上一词替代了它的下一次概念 就是the fear of death 好吧 好 这个话啊 听到作者有一个论点 稍微的倾向度了 他说年轻人心里有这种感觉 是可以正当理由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态度啊 明显有点倾向于年轻人 好吧 好 我们接着看 young men who have risen to fear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in th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cheated being cheated of the best things the life has to offer 好 这种话呢 结构比较长 我们来看一下原点 这种话主意是young man 年轻人 是吧 大家发觉前面的是the young 后面变成了young man 还属于替代关系啊 互相的语言替代 好 下面请看 未动词呢 大家明显看到啊 我们讲解中有了 从这个who啊 一直哭到battle 这算作定义重剧了 所以跳过定义的动词 名词啊 主语后面跟着未动词 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是吧 那么年轻人怎么样呢 或许会感觉到bitter bitter什么意思呢 bitter是痛苦的 本来指味道的苦涩啊 就是感觉到痛苦 怎么痛苦呢 justifiably 完全有理由感觉到痛苦 好吧 年轻人是有理由感觉到痛苦的 那么请注意啊 这个justifiably 也多多少带出了作者的态度 啊 就年轻人恐惧 他是有理由的 好吧 什么样的年轻人呢 我们看一下啊 中间有个定义重剧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有理由担心害怕 他们呢 be killed in battle be killed in battle 是固定搭配啊 即啊 战死疆场 或在战争中啊 丧生 好吧 这个in battle啊 中间不要加任何的定贯词 或不定贯词 只能用be killed in battle 固定搭配 好吧 年轻人有理由啊 自己的死在战场 他们 完全有理由感觉到痛苦 好吧 什么痛苦呢 in the thought that in the thought 注意 in the thought 啊 约等于我们熟悉的 in the thought that 约等于什么呢 at the thought of 啊 一想到某事 啊 如果从运法解释 这个that重剧 应该做这个thought的同位 是吧 一想到什么事情呢 后面啊 加入一个他们想到的内容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est things 我们刚才熟悉的词汇 be cheated of 叫被剥夺 是吧 被剥夺了最美好的事物 什么事物呢 后面又加了个小定重剧 that life has to offer 什么样的事物呢 生活 has to offer 注意啊 这个里面has to得隔断 如果你要不加以隔断 has to 就我们常规的不得不 对吧 生活不得不提供给你 给你的最好的事物 这样显得生活好像呢 卑鄙无奈 是吧 所以我们要隔开 这个has呢 就是有定义重剧的啊 未动词have 生活所具有的美好事物 to offer呢 是不定是 表示呢 将来 未来 可以提供给你的美好事物 好吧 好 所以这个that重剧啊 应该一分为二 就是生活所拥有的 要给你的美好事物 现在都被剥夺了 好 整个剧的我们结束了 随意的话你看到 作者游蝎啊 倾向度还是比较对年轻人更加的同情 是吧 好 说年轻人啊 可能害怕自己死在了战场 他们感觉到痛苦万分 对吧 因为他们觉得生活的最美好事物都失去了 好 来 咱们接着看下句 but in an old man whose known human sorrow jewish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好 又遇到一个比较长的难句 我们看一下 但是 in an old man 在一个老者心中 什么老者呢 后面又加了个户定从 一直这个户呢 大家注意啊 一直要扩到下一行的 in him to do in him to do 整个算是定义从句 大家看到我们啊 在这个标识中 也给大家做了个标记 是吧 好 在一位什么什么的老者心中 好吧 我们再说啊 细节我们先不看 先看主句 in an old man 引导的戒死短语 主句的后面 the fear of death 死亡恐惧 is 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好吧 死亡恐惧呢 就显得有点 somewhat 有一些啊 有一点 怎么呢 object and ignoble object呢 叫可悲的 ignoble呢 可耻的 好吧 练起来可悲又可耻 好吧 所以要顺一下就是 但是在一位老者心中 死亡恐惧 就显得可悲又可取了 好吧 来我们继续看 这句话呢 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完细节 已经明白了 作者态度 阴谋了人 对老者的批评 越然直上 好吧 所以呢 明显态度已经非常清晰地展现给大家 对青年人的同情 对老者的一种批判 好吧 什么样的老者 我们看一下啊 里面的一些细节 Who has known human joy and sorrows 一个这样的老者 太精 no one就是体会了 知道了 是吧 人类的 Joy and sorrows Joy叫什么呢 欢乐 Sorrow呢 叫痛苦 就人生的啊 这种悲悲喜喜 酸甜苦辣 是吧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关系啊 英文中 说到这个酸甜苦辣也好 悲悲喜喜也好 一定注意啊 先出现的是Joy 后面才是Sorrow 就我们汉语中思维 先甜后苦 所以这个顺序不能电倒 一定是先Joy 再加后面的Sorrow 好吧 已经体会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这是第一步 好吧 第二步呢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这是我们今天一个重点难句 他干嘛呢 has achieved Achieve就是做到了 完成了 是吧 Whatever work 任何类工作 他完成了任何他的工作 是吧 什么样的任何工作呢 注意啊 后面一个难点 It was in him to do 注意一下啊 这个结构比较难 大家注意一下 从这个 It was in him to do 大家扩住 看到我们给他讲解 前面省略了一个that 像这个啊 像这个啊 是一个 Is that 引导的定义重句 在修飞前面的 Whatever work 明白了吗 什么叫做啊 in him to do呢 来 大家请注意一下 我给大家列了一个啊 公式 呃 完成了他该做的一切 好吧 好 我举两个例子啊 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句话 He doesn't have it in him to break his word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到啊 这句话呢 里面也出现了 in him to do something 这个It呢 按常理啊 指代的后面 不定是 to break his word 什么叫break his word呢 叫不遵守诺言 啊 老师信仁 好吧 所以我们今天练起来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 不会食言的 他绝对不会食言的 好吧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呃 句型应该符合刚才讲的 某人具有什么特点 是吧 他的特点中 是没有说谎这一条的 他从不食言 好吧 来 我们接着看第二句 in him I see a future leader 什么意思呢 in him 大家看到 in him 应该还是具有什么特点 是吧 在他的身上 我看到了未来领导者的特点 也就是说 他具有未来领导者的潜能 啊 这个是将来的可诉之才 好吧 好 注意这个in somebody to do 啊 固定结构 固定语法 好吧 好 这个我们结束了 来 接着看 做得说完了啊 就是你这样做 简直是可悲又可取 好吧 好 这个文章到此为止 已经啊 列完了作者所谈论的观点 陈述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文章啊 这个写作方法怎么开展 他最前面出现的是 老者啊 对死亡有恐惧 我们讲过类似的这种议论文 前面这种呢 有些老者可以算作一个 整体的啊 就是 怎么说呢 大众思想 好吧 我们讲过以前的议论文 在第五课 一般出现大众型的观点 往往都是要受批驳 受批判的观点 好吧 所以这个观点 我们可以认为 后面作者要批评的 批判的 就是大众人物啊 很多人呢 他们具有对死亡恐惧 那么作者应该是进行反驳的 那么这个反驳呢 一般通过转折词来呈现 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三行 but an old man who什么什么 明显起到了转折啊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常规的谬论批驳式的文章 好吧 好 观点列完了 下面怎么办呢 请个下句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so at least it seems to me is to make your interests gradulate wider and more impersonal 好了 大家看到这个啊 开始是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这个to不定是应该是做 way的后织定语啊 我们讲过一般way啊 定语重句 呃 也可以后面加that重句 也可以用不定式做后织定语 是吧 最佳的什么什么方式 overcome叫克服 征服啊 我们最佳征服啊 it指代前面的fear of death 死亡恐惧 好吧 最佳的征服死亡恐惧的方法 好 大家看到这个后面论述的应该是 什么呢 solution啊 解决 就是你给我指出了 我们老年人不应该害怕死亡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后面应该论述的是 它的一种方法 好吧 或者是解决的啊 一种出路 所以这个文章呢 又看到我们熟悉的什么呢 问题加解决型 啊 一般这是比较完整的议论文 你提出问题 一定要加以解释 怎么来解决它 好吧 好 接着看 so at least it seems to me so at least it seems to me 好吧 什么意思呢 至少在我来看 这个at least至少 是吧 it seems to me 注意一下啊 这个结构中的so 正常应该呢 放到后面 啊 就是it seems 然后呢 to me it seems so to me 啊 应该正常这个so 放到这个sims后面 什么意思呢 至少我是看来如此的 好吧 it seems so to me 好 呃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差语 为什么要放到这里呢 就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差语呢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前面出现个best way 最佳方式啊 呃 呃我们提一个小小的写作技巧 一般啊 大家在写作文章里 如果出现这种极致概念的词啊 比如最高级 什么best 啊 最好的 最佳的 什么最理想的 什么perfect ideal 明白了吗 一定注意啊 下面尽量使用一个 呃 我我看来 或者我认为 比如I believe I think 这种字眼 把它弱化 好吧 就是把它语气要弱化 呃 这个方法 为什么要用呢 因为你知道啊 我们说 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 既然你加了best 就认为 这个事情绝对化了 但我们说 任何事物 都有它的相对性 凡事只有两面 你用最高级的时候 就会受到 别人对你的怀疑 甚至抨击啊 所以作者 后面呢 非常聪明 加了个 至少我来看 我看来 好吧 那么就说 他把这个观点 就显得比较软化了 弱化了 不就有太强的攻击性 啊 这样是写文章的技巧 遇到极致性的概念 一般要进行弱化 好 至少我认为 怎么呢 最佳方式 好 注意味动词 在后面 破诈后面 is to 看到吧 这个结构就比较明朗 the best way is to 好吧 最佳的方法就是 make your interests gradually wider at more impersonal 是吧 把你的兴趣 渐渐的变得更加的宽广 更加呢 不具有个人的啊 这个局限 more impersonal 好吧 然后呢 until 时间状语 bit by bit 知道什么叫bit by bit吗 就是渐渐的 逐渐的 是吧 直到bit by bit 渐渐的 the wars of the ego recede the wars of the ego recede 我们刚学过这些词汇啊 个人的壁垒 就开始 退去了 是吧 然后呢 and your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rged in the universal life 而且你的生命 become emerged in 这个短语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短语 好 be emerged in 换掉 就是be blended in 叫融入 汇入到 好吧 你的生命 就汇入到了 宇宙的生命里 好吧 中间有一个副词 increasingly 知道什么叫increasingly吗 就是渐渐的 逐渐的 像t在前面那个gradulate 另外刚才我们看到 上面一个词组 bit by bit 也是一个渐渐的意思 我们可以换两个 替换词组 你看到inch by inch little by little 甚至graduate 都是替代 bit by bit 非常有韵律感的一个词 词组 好吧 好 你的生命就渐渐地融会到了 宇宙的生命里 好吧 好 下面我们继续往前 他说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这篇写得非常优美 说人 一个个人的生命存在 should be 就像一条河流 大家看到 这用了一个修词 我们叫做名誉 名誉呢 就要出现什么 像什么 似什么 一个个人的生命存在 就像河流一样 好吧 好 做了个名誉 怎么像河流呢 go small at first nar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borders and over waterfalls 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原点 他说呢 small at first 这个small是一个形容词 冲到了后置定义 定前面的river 什么样的河流呢 刚开始非常小 就叫涓涓泄流 是吧 然后下面第二个 nar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narly 非常狭隘的 紧紧的 干嘛呢 contain contain我们记得 包容 包含 包括 是吧 包含在什么中间呢 包括在它的 河的两岸 海的两岸之间 是吧 好 那么请看到contained 是个过去分词 和这个small啊 构成一个并列的 分词作定义 是吧 好 这是第二点 最后点呢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sed borders and over waterfalls 大家看到现在 换成现在的分词了 rushing 这个rushing呢 和前面的small 和contained 都是并列关系 还在修入前面的river 好吧 什么叫rushing呢 叫冲 奔腾着 怎么奔腾呢 passionately 激情四射的 充满激情的 奔腾着 干嘛呢 越过了boulders boulder boulder我们知道 叫大石块 是吧 它飞越了大石块 还有呢 over waterfalls 瀑布 飞越巨石 然后呢 跨越瀑布 是吧 这样的感觉 好了 就是啊 它写到的 人生的一个比喻 名誉 好吧 来 我们接着来看 呃 我们说啊 任何文章啊 它都有隐喻的 都有内含义的 所以从这个 我们也体会到了 作者 所包含的深层含义 好吧 来 我们一会看完后面 我们再进行更多的论述 好吧 它说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逐渐的 河流变得更加宽阔了 the banks recede 河岸也慢慢的退去了 and painlessly lose the individual being painlessly 毫无痛苦的 失去了个人的存在 啊 这个being也是存在的意思 好了 来我们看一下 呃 它说 渐渐的河流变得越来越宽敞 宽阔了 等等 好吧 好 大家看到文字已经完了 但我们明显感觉到作者 刚才谈到的深度的含义 为什么呢 因为它把人生比作河流 那说明啊 我们每一个描述的主体都和人有密切关系 来我们看一下 它前面说的是small at first 什么叫small呢 如果河流是绽绽细流 人生呢 就是啊 人生的幼年 人生的啊 这个儿童时期 是吧 然后呢 它说啊 困在被包围在河岸之间 什么叫河岸呢 我不要解了个注释啊 大家请看 Banks呢 我们叫河岸 对河流保护啊 一种呵护的作用 我们就引申出来 就是所谓的什么 人生啊 遇到的家庭啊 社会环境 它对我们有一种保护的意义 是吧 也就是我们人生的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青春期 儿童时代啊 年幼嘛 是吧 这是啊 它描述的阶段 然后呢 大家看 充满畸形的飞跃 石头 巨石 啊超越瀑布的 什么叫巨石和瀑布呢 想引申出来 就是人生遇到的 adversity和success 啊 逆境和顺境 逆境和成功 也就人生的走向了 更加激荡的青春岁月 就是youth和middle age 是吧 来 我们接着看 后面呢 它有说 渐渐的河流越来越宽阔了 好吧 然后呢 河岸退却了 什么阶段呢 明显感到河岸退却 人生从中年开始慢慢的不如老年 是吧 最后呢 他就说 河流越来越平缓了 in the end 最终 没有明显的 without visible 明显的break break什么意思呢 break就是断流 河流再也没有断流了 他们就融入了大海 最后呢 也失掉了个人的存在 好吧 大家看到 我都写得很清楚啊 融入大海的意思呢 就是走完了人生的最后旅程 好吧 但明显感觉到 这是通过一个名誉 表现了人走的一生的历程 而且大家看到 他在描述 我们年轻 青春年少的时候 用了三个 呃 所谓的词 第一个是small 第二个呢 呃 第二个词啊 叫contained 第三个叫rushing 好吧 大家明显感觉到 词描述的是 青春年少的时段 我们知道词啊 相对比较短促有力 所以作者用这个 啊 用心良苦 表达我们青年 成长的这种啊 欢悦 呃 激情 词嘛 短促有力 像音乐的节派一样 啊 再往后看 从graduate呢 说河流越变越宽了 刚才我们讲过的 这一段指的是人生的中年 开始步入老年 啊 我们叫中老年嘛 人生啊 心态也平和了 呃 体力呢 也开始衰退了 精力呢 也开始慢慢的减弱了 看到写成了句子 句子什么感觉呢 就是舒缓 啊 平缓 是吧 做着这种目的很明确 青春年少 我用词 短词 短词 短语 是吧 而到了中年老年 就用句子加以平缓 好吧 非常用意啊 明显 而且呢 写作相当的技巧性之高 好吧 好 记得看 这是作者用了一个啊 比句 下面 The man who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ould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好了 他说啊 这位老年人 这位人啊 或者这个人 什么人呢 who啊 一直可以看到这个in this way 就是定理 说当他老年之时 能够以这样的方式 看待生命 未动词有了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好吧 他就不会再遭受死亡恐惧 啊 老年人 如果呢 以这样的方式 看待生命 就不会遭受死亡恐惧的痛苦 为什么呢 since the things he cares for will continue 这个he cares for啊 是定义从句 省略that 因为他所要关心的事 将会继续持续前进的 好吧 好 下面 and if with decay of vitality wilness increases the thought of a rest will be not unwelcome 好 大家注意这些话啊 有个语法的现象 and if 明显注意啊 这个if是个引导词 我们称为调节引导词嘛 中间你明显看到割裂了啊 称为分裂 这个if呢 应该跟后面的 wilness increases 好吧 wilness increases 注意下 大家看到啊 我给大家做了个注释 是吧 呃 这个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应该算作一个分裂结构啊 把这个所谓的引导词和后面主干 分开了 是吧 如果怎么呢 你的疲倦会慢慢增加增强的话 是吧 然后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实际上是一个表示时间的状语 随着经历的衰退 decay啊 叫衰退 是吧 他放到中间啊 起来这种强调 if应该跟后面的wilness increases 好吧 主记在后面 什么呢 the thought of rest would be not unwelcome 是吧 他说啊 想休息的这种思想 这种想法 并不是不受欢迎的 好吧 呃 大家注意一下 想休息这种想法 想就是我们常称为的 委婉表达 euphemism 想就是death 啊 休息嘛 人生离开世界了 就所谓的啊 人走入天堂啊 他为了表达一种委婉 呃 语气的缓和 用了rest 好吧 另外注意一下 be not unwelcome 这里面有个双否结构 呃 这个双否呢 也是一种啊 好像呢 我们学过语法 双否呢 等于肯定 但大家尽量不要换成welcome welcome太重了啊 所以大家还是用这种双否更加的缓和一点 如果你要换成welcome 就好像我啊 死亡的想法很受欢迎 人巴不得要死啊 人呢 急不可能要死 就没有表达做的享受的深度啊 所以他说 不是不受欢迎的 就无奈的一种选择 好吧 好 我们接着看 I should wish to die while still at work 大家看到这个I should啊 用了虚拟 我希望离开人世 什么时候呢 while still at work while引导的是一个啊 时间状况从具 呃 中间有省略 大家填入I work啊 因为呢虚拟性work嘛 我希望我工作时能够离开世界 为什么呢 knowing that others will carry on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knowing 因为我知道 别人将会carry on 叫继续做啊 继续我无法做到的事情 而且呢 content in the thought that was possible has been done content 这个词注意啊 content in something 叫满足于 这个content的形容词 满足于什么呢 这样的一种想法 that刚才讲过 同位于 in the thought that 是吧 哎 已经可能做的 全部完成了 好吧 呃 另外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knowing 是现在分词 content 是形容词 这两个呢 放在一起 做并列结构 他们同时做 前面这个主句的 原因状 啊 就因为我知道了 别人要替我做 为做的事 而且我也很满足于 该做的都以大功告成 好吧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啊 这个句的整体结构 好吧 所以大家看到最后一句话 就是作者最后的小节 作为一个老者 面对死亡 如何心态平和 是我们最大 需要去攻克的 人生的一个难题 好吧 所以读完这个文章 希望给我们人生啊 有更多的启迪 更多的哲理 好了 这文章到此 感谢大家 我们下回再见